农委会在花莲设置全国首座的有机农业研究中心 而环宏农业科技职机在市占率高达8成 对于东部的农业未来发展是不同小区 环宏农业科技希望能够提供东部农友更好的服务 24号在东华大学育成中心成立了东区营业所 未来也将作为植保机的教育训练基地 提供农友更好的农业科技咨询 环宏农业科技是大江植保机台湾总代理 是提供多元并且及时的服务给各地的农友 陆续成立了南区与东区的营业所 24号上午就在东华大学育成中心成立东区营业所 希望能够以便捷的服务在育成中心提供课程 让农民学习现代科技运用在农业种植上的优势 农业我们在喷洒 比如说农作物会生病 我们会用药物控制 然后减缓这个作物生病 植物需要营养 我们喷洒液态肥料或者粒状肥料 正在下营养源 可是我们希望 让这个东部地区可以透过植保机 建立完全的无毒 透过无人肥基 以前的人啊 我们在喷洒微生物菌的时候 平均一周两周就要补充一次 你只要工作一甲地或五分地 你根本就没办法随时下去 因为人是会累的 可是透过植保机 你可能十分钟就完成五分地了 所以未来走向这个无毒或者有机 这区块是我们可以克服的 我们希望在我们环洪农业 可以发愿做这件事情 环洪农业科技在保值机的市占率 已经达八成 未来在玉城中心将作为植保机展售 维修与教育训练的补兵点 环洪农业科技期盼与东部的农民一同翻转农业 创造农业的新价值 记者林杰双风箱采访报道